你知道在冬季如何给吊篮浇水最安全防止烂根冻伤吗 今天教大家冬季吊篮浇水的方法 如果你是新手朋友或者不会浇水的朋友呢 这个细瓶建议先收藏起来 不然用到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首先呢第一个浇水的方法看它的叶片 如果你发现吊篮的叶片特别柔软特别薄 而且颜色开始变淡 底部的老叶片还会往下面垂 变软特别软 这种情况下吊篮肯定就是缺水了 看这些叶片就知道了 发出现这些中断立马给你的吊篮浇透水 这样它的根部能跨时的把这些水分吸收 防止过多的水分堆积在土里 引起烂根后根的现象 第二个方法使用木棍测试法 找一根木棍在花盆边缘插入插到底 平时想浇水的时候呢 就把木棍拔出来 看看这个水干到了哪里呢 如果土壤没有干透绝对不要浇 在冬季吊篮也是休眠期对水分的需求更加低 所以不干绝对不要浇 一般可以等到干透过一个星期或者10天以后再浇水 会更安全 如果你的吊篮总要出现烂根呢 在冬季 建议使用这种花卉烂根专用 每个月往水里面滴入2滴 兑水500倍 给吊篮浇灌一次能有效预防烂根和禁服的病害发生 提高吊篮的根部抗力性和免疫力 对土壤快速杀菌消毒 预防烂根特别有用 如果你喜欢养吊篮在冬季不会浇水的话 试试这两个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